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定9月份的时候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中方期待着以冷静的态度来化解贸易战 两国最新的表态都令市场憧憬着贸易降温 投资者的风险为哪增加 银行和科技股受到了追捧 再来看一下有巨额的假金条流向了国际市场 调查多指是中国制造的 造假危机正在悄然的扰乱全球的黄金产业 在摩根大通的金库当中发现了至少有价值 5000万美元的金条盖有瑞士铸造的商标 但实际上并非由这些铸造商所生产 摩根大通的金条市场核心主要银行之一的专家就表示说 这些伪造品非常的高仿 有可能还有数千块尚未被发现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被发现的金条是谁生产的 但是企业高管和银行人士都透露说 他们认为多数来源于中国通过香港日本和泰国的交易商和贸易商进入到了市场当中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进口国 只要被这些地区的主要黄金交易所所认可 这些金条就可以迅速的进入全球各地的供应链当中 中国否认了涉嫌造假和监督的疏漏 报道称有时未了解情况的消息是向路透社表示说 摩根大通2017年上半年在金库当中发现了至少两块公斤金条 印有同样的识别码后 伪造黄金的消息在黄金商业区内不禁而走 在每年交易量达到了10万亿美元的伦敦黄金市场当中 摩根大通是协助完成交易的五大银行之一 报道称摩根大通拒绝就伪造金条的问题 做出直接的回应 也不愿意详细的来视频 报道称管理中国黄金市场的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一份声明当中就表示 并未获悉有伪造金条在中国制造或经由中国运输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 在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黄金出口都被禁止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严格管控资金流动的一环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说 对于想把钱汇出中国的中国富人来说 这刺激了设法走私黄金的需求 马云和马斯克在上海对谈 避开了贸易战 但是令听众感到很失望 特斯拉联合创办人兼CEO 马斯克和阿里巴巴的创建人马云 8月29号两个人首次同场在进行交谈 在讨论当中他们讨论了火星和人工智能等一些议题 但是回避了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一些听众表示两个人的交谈令人失望 报道称这两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在上海举行的年度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对谈 是大会开幕活动之一 并且进行了网络的直播 报道称在两个人对谈的消息公布之后 外界期待两个人利用这个平台来谈论一下 两个人曾经公开评论过的中美贸易纠纷 以及特斯拉在上海建厂 或者马云将从阿里巴巴退休等一些议题 但是两个人回避了所有的这些议题 用了两个半小时来谈论科技 特别是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未来 报道称马云则强调 人工智能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并赞扬马斯克对科技的视野 报道称两人随后也谈论到了太空旅行 马云对马斯克试图通过太空X火箭 向火星飞行的努力表示赞赏 马斯克则谈论了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进展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 许多对双马对谈抱有期许的听众 在听后表示失望 认为马斯克以前曾多次的谈计人工智能没有新意 而马云则表现出了一贯的马云 另外再来看一下有近万的香港中学生 响应9月2号和9月3号的罢课活动 香港中小学下个星期开学之前 再有中学生组织呼吁在开学的第二天来进行罢课 促请政府正面的回应五大诉求 否则将会将活动升级 目前已经有超过90间学校近万名的学生来回应了活动 香港教育局的局长杨润雄已经向全港的家长发信 呼吁要劝说子女不要参加罢课活动 并且强调教育局对学校的欺凌零容忍 如果有教职员工证实有份参与欺凌的话 将会面临着纪律行动 巴德声既有中学生组织及大学界准备于下周一 也就是9月2号发动罢课之后 学生组织中学生罢课联盟星期四 也就是29号的时候 呼吁全港的学生在开学的第二天 也就是9月3号开始罢课 但他们强调是罢课不罢学 巴德声香港教育局的立法会议员叶建元 在出席电台节目当中就指出 教协不会推动学生罢课 目前也没有计划发动老师的罢课 但是不排除未来会响应 就要看情况而定了 如果政府动用了紧急法 教师罢课的可能性则是非常大 另外旅游业雇员总会及专业导游总会 等多个旅游业的团体约20名代表 在29号的时候到香港政府总部来进行请愿 指反修例的风波引发了一系列的示威 影响了香港的形象 大大的降低了游客访港的意愿 令导游以及领队的收入锐减三成到七成 他们促进政府尽快的恢复香港的社会秩序 并且提供豁免续证费用等一些措施 来协助他们度过旅游业的寒冬 再来看一下 涉及由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立的一宗案件 然后予以了逮捕 据报道 香港警方于本月的一号在香港新界火炭一个攻杀单位 搜出了一批武器 包括汽油弹 钢珠 以及累球棒等 拘捕了七男一女 当中就包括陈浩天 报道称陈浩天被扣留近两天之后 获得了保释 但是据报道说 保释条件不包括限制出境 再来看一下 台湾人支持香港反送中被失踪 台湾人李孟居在香港声援反送中游行 并传送一张解放军在深圳与香港边境集结的照片之后失踪 至今已就有十天了 台湾陆委会29号证实了此事 并表示李孟居应该是入境深圳之后失联的 正在全力的协助搜寻 至今还没有得到大陆方面的任何回应 再来看一下 美国正式成立了太空司令部 明说应对中俄 美国国防部今天也就是8月29号 正式成立了太空司令部 为组建第六兵种太空军进行铺路 美国官方明确指出 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报道声美国空军上将雷盟 将成为太空司令部的首人司令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的报道说 为了应对中俄的威胁美国国防部 成立了太空司令部 报道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邓福德曾表示 太空司令部成立之后 雷盟将领导87个单位 处理包括导弹警告 卫星监视还有太空控制 以及支援等任务 据美国副总统兼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 彭斯月初的时候就表示 太空军会确保国家可保护人民和利益 捍卫在地球与太空的价值 支援美国在外太空的共同防御 再来看一下 苹果将在9月10号的时候发布新机 一年一度的重头戏苹果公司 发邀请函9月10号的时候 举行秋季新品的发布会 来公布新款的iPhone 报道声三款新iPhone分别是 廉价版的iPhone XR 以及两款供专业用家使用的 iPhone XS 以及iPhone XS Max升级版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的邀请函 主视觉采用的是 透明绿黄蓝红紫五色 作为主视觉 这颜色有可能是会即将发布的 产品的颜色 分析师表示说 尽管苹果9月发表最新一款的iPhone 但是目前的iPhone XS需求量 仍然是非常的稳健 好 最后再来看一下英国首相暂停国会 反对者称是政变 英国首相强生 昨天宣布 今年英国国会在重新开启之后的暂停时间 将延长至脱欧前的几周 这项决定除了引起反对 无协议脱欧的亲欧盟人士 以及议员的愤怒之外 还在今天将面临着法律的挑战 反对者将暂停国会的决定 视为是政变和宪法暴行 他们立即诉诸伦敦和爱丁堡的法院 寻求阻止这项决定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